凌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 究竟什么叫小人呢? 我觉得是常常在背后捉你背脊的 小人的定义以我的理解 能力不够你高,职位不够你好 即使老板也好,他不够能力 怕你爬过他 那就洗横手,可能跟老板捉你背脊 让你永远比他坏 爬不上来 又或者大家做同行的 你有一定的成就 他又眼红你,他没有你那么厉害 他就想着想办法弄坏你,让你跌倒 所以小人 是不是妒忌心重? 妒忌心重,能力不高 又没有想着 他的思想都已经注定是小人失败 他是想着你有一天跌下来比他坏 不是有一天想着 一定要爬过你 爬过你就不一定是小人 明中明昌,斗能力 眉毛没有,或者眉骨突 眉骨突,性格是冲动 加没有眉毛,冲动加狠 眉骨粒加没有眉毛才是 又阴濕又狠毒 又阴濕又狠毒 所以叫眉骨突是冲动,眉骨粒 就喜欢暗中 没有眉毛就狠毒 所以跟小人没有直接关系 师傅,如果你这么说 小人对某人来说是小人 可能他对我来说是贵人 对,不错的,对的 例如我保持老板的 我常常帮我老板的 老板觉得我是贵人 然后就捉你背脊 对我们就是小人 对 其实没有样子看 有样子看,它有个特质 通常我说能力不够你高 一般小人 首先眼睛一定百分之一百 不会黑白分明有神 因为黑白分明有神 叫他藏的东西都不会藏 都拿出来 黑白分明有神的人 基本上就是一就一就二就二 就不会有那么多心思 相反,如果相目无神 就心思比较重 加上眼珠小 三八眼那些是吗 三八眼就是狠 眼珠小,有时不用三八眼 因为有时眼珠大一点 有时眼珠小一点 天生眼珠小,又没有什么神 就很喜欢你的神 人中短的人会否特别是小人 他很想报仇 人中短,记得是什么答案 容易信人 不是 疑心不重 不是 容易被人哄 喜欢人哄,不是容易被人哄 人都死了 如果问他小人相 可能我们到诺堂也没说到 人中短是喜欢被人哄 嘴咪牙梳 喜欢是非做人情 那就是小人 是否喜欢吹嘴 又喜欢吹嘴 又喜欢是非做人情 到处唱的 我想问有些人 现在很多人都哄牙 你牙梳、牙不齐才哄 那你哄 你这些牙不齐 其实他本身很喜欢吹嘴 我知道他喜欢吹嘴 不,你不齐也不代表梳 不代表人家一定不漂亮 可能前面有点烧出来 他要弄它 又或者牙不太整齐 他要哄齐 你知道现在要吹得很漂亮 那咀咪牙梳是什么意思呢 可能门牙真的有一条纳 你看很多rapper 门牙有条纳 所以rapper 唱得这么厉害 但你说吹嘴的牙 是改变不了他的人性 改变不了本性 我有个朋友 牙很不漂亮 然后吹得牙很整齊 接着我们去LA玩 他在机场驾车 驾到我们回家 一句都没停 我真的喜欢说话 他已经吹得牙齐很齐 不是 都没停 但他的职业 原来他的职业是做卖 所以他有很成功的商事 但其实这些人才有很多朋友 对 很喜欢说话的人 虽然很多人都是吹嘴 但有很多朋友 很多吹嘴的朋友 还有很多吹嘴的朋友 但他还在说要害人吗 那小人 记住这个也是要留意的 譬如你认识过牙梳的人 有任何秘密 你就不要告诉他 千万不要告诉他 他就跟老板说话 你就死了 但是我听人说过 如果印堂很窄的话 就是心胸壳杂 这是街边说的 不是苏师傅说的 你们听这么多街边的东西 留意一下我们 譬如西班牙人 又或者中东人、印度人 不是很多症,而是很窄 会连着眉 对吧 不是很窄 你会连着眉 对 原来印堂窄是先天下之休而休 后天下之乐而乐 那可以做皇帝 他不是 他是那件事 没担心的事 就先担心了 譬如我当我们中国人印堂窄 是日常工作有点问题 他解决不了 是想到回家睡不着的人 其实他窄的心也挺重 也可以这么说 所以变成某些国家的宗教信仰 那么强烈就是这个意思 我先说最厉害的小人相 好 真人真事 又是遇到的 他的腰骨很阔 是 我们叫做 风字面 不是,风字面 风山水起的风 风水的风 梯形面 我明白了 你倒转也会写 有朋友是这样的面吗 很多男人都是这种面 蜜骨是很大角战面 这里是直的 所以你把银子拍完就知道了 风战面 蜜骨会顶住 不能拍到银子 师傅,是不是没有下巴 跟下巴没关系 我可以把下巴给你 有些人笑的时候 这里有两块肉突出 都不是 不关系 不关系 这是骨 这是骨 不是肉 是 我有个真人真事 就是那个人 打算不做了 他老板的所有东西都给他做 他有一天想不做 他就问我 蘇师傅 可否找我 弄乱老板的东西才走 真可憐 所以你问我的直觉 我一见到这个 其实也不止 因为这个有蜜骨闊的人 像我 秘密性强 是 所以你跟我说秘密 我一定不会爆出来 是 这个是秘密性强加破坏性强 我没有说你喜欢女生的 你也说了 你也说了 你也说了全香港人 我们才捂了三个 是吗 不知道 很可憐 这个是蜜骨 你还记得猫的蜜骨很闊 猫 一只猫的猫 猫或是老虎 老虎记得了吧 四方的头 蜜骨很闊 所以猫也很老虎 有秘密性很强 所以是静静的 狗不会的 狗多数是斜蜜骨 所以狗一快去就摆尾了 没有研究过动物也有 原来动物在上 也可以放在动物上 这是骨上 骨上 有这样的骨 有这样的型 有这样的性格 封字面才是最要留意的 你身边的人 分比不好 很多人不多 不多 数十年经验 十个都不够见到 我也没见过 这种表现 不过也不是什么好的性格 所以现在小心封字面的人 应该很多人都想知道 身边有没有小人 我们先看看WhatsApp 好 她今年38岁 每份工作都做不长 最多三年 每次都是人事问题而转工 经常觉得有很多小人在身边 不知道是否真的 还是想多了 这个是她的手上 很多人 不用问 我看一只掌 也有百分之九十九 是想多了 怎样看 因为一个闻一个思想 两个闻一个思想 她38岁都闻成这样 满掌都闻 即是胡思乱想 一个胡思乱想的人 当然比较棘手一点 她左手是这样 右手 右手好像更厉害 对 那些闻更深 没什么大的改善 因为掌闻又多又花 如果浅的 大部分女生都是很浅的 很多闻 但是又深又花 像这样 就容易情绪出现问题 她50岁就更多得哭 很夸张 所以她的所能 她年轻到老都是这样 没什么变 因为她真的小人 她有一条小人线 画一画给你看 这条呢 就是她的头脑线 原来她有两条头脑线 第二条你这样也看到 都很棘手 这条就是感情线 对吧 原来小人线 这条有条线才叫小人线 在这个中间的手掌位 这条线走出来就不是 对了 感情线和头脑线中间 有一条短的线 又连不到这条 又连不到这条线 才叫小人线 是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 自己容易情绪出现问题 中子这条是事业线 你看不懂得模特广 一些玩弦弯弯弯弯弯? 所以還是比較棘手一點 因為現在走到35至38 就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大約是60 你看中間還是這樣又這樣 所以是自己問題的機會比較大 小人線是否一定要很明顯 像這些這樣算不算小人線 不算,它真的一條線 好像… 零零式一條 感情線、頭腦線 中間明顯一條線 不要那些毛毛的細線 它就不算 毛毛的細線就長很多 所以一定要清楚 像一條掌紋線的小人線 你覺得剛才的掌紋 應該是想得多了 想得多了 因為剛才說掌紋太多了 掌紋太多 本身自己情緒不太穩定 是 又容易胡思亂想 所以其實自己要檢討一下自己 是 因為如果你說小人 人人都覺得自己有很多小人 你有沒有 不覺得 你不覺得你叫我 因為就算有,我也不會知道他是 不,我覺得也不太 也不太 也不太小人 因為我很包容別人 應該是說我會避開一些小人 在我身邊錄影 通常人們都覺得自己有很多小人 沒甚麼貴人 不覺得 有,真的有很多人害過我 我聽回來就知道 他有避害網上性 應該是 很瘋狂的 他這麼早就很不開心 很瘋狂的 我們這堂做了小人 你就知道 小人一般可能能力不夠你好 地位不夠你高 你就不要理會他 是甚麼 最近我很黑 所以上網看看有沒有解決方法 你真的有點印堂白黑 如果你有任何風水易立 想不明白,想不通,想不定 就快點發訊息過來我們的開壇 7071-1990 就有機會得到蘇師傅為你解答言難 指點迷章